柯文哲這個政治現金醜聞 還沒揭露錢 剩六趴 那接下來剩一趴 這個目前我是不清楚 所以小莉顏欣欣所講的 這個他已經沒有一個能量 再來挑戰藍綠的板塊了 接下來台灣就進入藍綠的格局了 因為在台中我覺得 他們民調已經從 你看三十點零五趴的總統候選 在最最接近的 八月初是掉六趴 剩六趴就對了 抱歉 跟這禮拜說五趴以下囉 五趴以下 你如果要選議員 居然只有留十一趴 太不可思議了 我們保守 我們算是保守的 就看這兩個禮拜 如果再收下去 一過一時間再收下去 再放一會 收到大了 這個董 這麼百月 長期關心台灣的 這個日本的政治學者 小莉顏欣欣欣怎麼講的 他說政治先進案 終結了柯文哲推翻 中柯文哲本來是想要推翻兩黨政治 對不對 想要進行挑戰的 沒了 這一下子沒了 我們來看細節他怎麼說的 他說柯文哲推動兩大黨的挑戰終結 台灣政治可能重返傳統的 兩大政黨的對決型局面 政治大學教授李世輝也說了 民眾黨的支持基礎年輕人陸續離開 民眾黨的危機管理應該不嚴謹 什麼應該不嚴謹 是根本完全的不嚴謹 所以整個事情發展到現在 我想要先請Grace來分析的是 小草 現在小草 除了花錢買的流量之外 真正相信阿伯 相信阿伯只是世人不明 這樣的小草還有嗎 還多嗎 應該是說現在剩下來的 都是相信阿伯的小草 基本上沒有是不相信阿伯的小草 但是他們現在都是 跟柯文哲一起調入 所謂悲傷五階段 他們不只就是這個怪東怪西 現在小草還有多少人 現在小草我覺得 還有三百多萬票的 我現在來看這個目前 我覺得就是譬如說像這個 昨天館長直播破萬人看 那我都覺得這個真正的小草不多 看熱鬧的比較多 他們在這幾天突然間又勇敢起來了 本來你知道連那個流量網軍都放棄了 但是這三天突然間又勇敢起來 因為他們認為好像 好像真的錯只剩下端木正 你記得柯文哲他的邏輯是這樣 我沒有說謊 師大家說謊 為什麼 他很早的時候就定調 他之前就針對於這個花錢這件事情 監察院公布的資料 國民黨花兩億啊 民進黨說花五億 柯文哲直接說什麼 啊這藍綠都是騙子 他其實第一時間就定調說 這些人都是騙子 只有我最真嘛 結果他自己一公開監察院資料的時候 不小心被視差貓一踢爆 哇 潘朵拉的盒子一打開發現 民眾黨的戰會不會都是假的 那目前我覺得就是說 應該說泛藍的支持者應該都退潮了啦 我嚴格來講應該是說我們那個時候柯文哲得的三百多萬票裡面 我認為其實四成以上都是泛藍的支持者 對 那這些都退潮了啦 那甚至有一些叫英粉的也一定退了啦 看到這個一定不行的嘛 對不對 那再加上應該是說整個 尤其是臺北市啊 臺北市應該八成以上 完全應該全部都已經不支持柯文哲的機率是非常高 所以目前如果我們來講 因為現在目前沒有這個最新的民調資料啦 我是沒有辦法就是把它保證 先前是六趴喔 能比六趴還定我真的是佩服了 之前是 八一九都比他高 對 之前是這個應該是說 呃這個這個所謂的柯文哲這個 政治獻金醜聞還沒揭露錢啦 剩六趴 那接下來剩一趴 喔這個目前我是不清楚 所以小力言星星所講的喔 這個他已經沒有一個能量再來挑戰藍綠的板塊了 接下來台灣就進入藍綠的格局了 你也這麼看 我覺得 小草應該沒有多少了 沒剩幾隻草了 現在小草很尷尬 他們就有在群組說完了完了 那我們以前被人家講叫小藍的叫很不開心啦 就想要這個標籤要撕掉嘛 因為那時候覺得都是黃國昌害的 但是因為這個事件 黃珊珊又要把它拉下來的同時 他們現在沒有濟情啦 就是沒有一個情愫的對象該怎麼辦 對 可是今天柯文哲講什麼 柯文哲針對於你朱立倫 說這個什麼 我們要給他什麼送卵啦 學中送探啦 柯文哲說法就是 就是也是很不屑啦 他就直指朱立倫說 這種場面話聽聽就好 所以我看這個藍白啊 我看也很難和解 我們來看一下 這幾件事情延伸到這個 剛剛過去一整個小時的討論之後呢 大家可以發現說 李文中掌握著柯文哲的前脈 黃珊珊掌握他政治權力上的 很多妹妹格格 柯文哲當了八年的市長 金華城這個案子很多事情 說不清楚講不明白 這中間有人在問 位高權重的那個人是誰 那位神秘的女性是誰 好 周小平說呢 李白一我給你查清楚 但賢的部分 他能得罪李文中嗎 小草們希望柯文哲給個交代 那麼阿伯現在要切誰 才能夠讓自己全身而退 現在有沒有人可以為阿伯 一肩扛起 其實說實話 民眾黨現在看起來 真的全黨互議人 但那個議人我認為先定調 叫做互助柯文哲 因為你作為當時的這個參選人 所有的單子最上面的那一張申報 就是你自己要蓋章嘛 所以這一塊現在看起來 真的驗證了柯文哲之前所說的 你知道他敗選的時候說什麼你知道 他現在不能離開 因為一離開民眾黨之後 民眾黨就垮了 所以當柯文哲出來講說 對他犯下了錯誤 他承認他有犯錯 叫做世人不明的時候 我認為他就開啟了黨內那個 阿伯 我們的老大發出訊號了 世人不明到底是哪一個人 害了阿伯 我跟你講這開始找戰犯 完全都合理 但第一個 我先從我這邊這樣看過去 黃珊珊因為他現在 雖然是民眾黨的立委 但是在柯文哲競選的時候 他是擔任競選總幹事 我最必須講 總幹事這一件事情 因為參選人本身可能真的沒有辦法了解很多的事情 所以總幹事基本上就是負權者 我覺得在所有的政黨裡面 操盤者 因為總幹事就操盤者 這一塊沒有政治責任可以迴避的問題 所以你看到現在大家開始有些人批評 你看像謝立功對不對 謝立功之前也是黨內的秘書長 後來離開了 現在就他的說法說 他現在跟民眾黨之間他也是智庫 所以也沒有完完全全說脫離這一塊 可是他就說黃珊珊持續所謂不痛不癢的黨職 也就是所謂中央委員的這件事情 事實上沒有什麼意義 為什麼中央委員有責無權 你如果沒有就不要去開 但是他說有不少基層認為這好像是虛晃一招 而且誠意不夠 不是大家期待負責任的態度 那老實講我還是這個講法 就是說掛總幹事 這也不是隨便任何一個人都可以掛 我不會找一個張三理事不懂的人來做 所以我認為政治責任的這一塊 事實上黃珊珊未來他勢必要去面對 而且他的政治責任其實面對到的是黨內的 現在這樣一個質疑的聲浪 還有包含到陳婉惠 陳婉惠的說法其實他講得更重 因為他說什麼李文中 李文中就是當時時任進總財務長 就是非常負責任告訴大家 我什麼都不知道的那一位 你們都在進總裡面擔任要職 而且柯文哲到各地跑行程的時候 黃珊就等同西 難道所有的賬黃珊完全沒責任 但陳婉惠過去也是民眾黨的立委 但我覺得他講這一段話的時候 他講話的平臺蠻重要的 因為他在民眾之聲講的 民眾之聲本身 其實也就是民眾黨本身 對外的宣傳平臺 那你今天陳婉惠在這個地方 難道不代表黨內其實可能有一些人 對這件事情真的有一些 這樣的一個質疑跟看法 而且他是不是有說自己是倉派 是不是 外傳就這樣講 他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這樣的一個發言就蠻值得萬味的 那所以到底是不是柯文哲 真的不知情 還是柯文哲被蒙蔽 還是柯文哲有些事情也沒跟大家講 比如木可公司這一塊 你說跟柯完全沒有關係 我老實講很難說服我 也很難說服大家 所以你看黃珊在這個地方裡面 其實還有一個更特別的是 你記不記得 包含黃珊珊 包含李文忠 這些不是有送到黨的這個叫做 他們叫做中評會 去開會 你光看一個點就很奇怪 三個人沒有到 你知道中評會開會 一定要先發開會通知 一定會先通知這三個人 或什麼時候要開會 所以他們出不出席 其實對當時的中評會來講 他們就已經知道了 那結果說經過兩個多小時討論之後 說大家各自表達意見之後 做了一個最重要的決策 我們找時間再開 因為要等事實在開來說明 所以我認為可能柯文哲 到目前為止 還在思考 還沒有定調 就是說那到底誰 今天如果真的責任要借定進來 因為我講實話 法律責任現在是進到北檢去了 那到底有沒有大家質疑的說 你的錢流來流去 甚至有沒有質疑講說 你們是不是找好朋友承辦活動 好朋友在活動裡面灌水 所以導致到 哇 經費什麼東西都很誇張 那個我相信檢調那邊 因為我知道他大概掌握了 這些所有的帳策 合約 上禮拜Grace講的話 我沒有聽懂 我今天經過一個禮拜的頓屋 我懂了 他說為什麼黃珊珊要站出來 告端木正 因為他的好朋友的兩家公司 你要死了加起來 有六千萬嘛 拿了六千萬 這中間再查下去 跟黃珊珊會不會有關係 還是說真的都是十支十付 這個對大家來講 就是現在非常想知道的疑點 那究竟哪一些是正常的支出 哪一些有沒有像外界揣測或懷疑講說 你有沒有互相灌水 就我知道就是說 其實北檢在這次調查的過程當中 應該把相關的包含 你覺得會計師會自己把九百一十六 灌到尼耀石了 好 我講一個 會計師會做這些事 除了這個帳策 除了這個所謂的合約 你知道北檢有掌握 事實上應該有把相關人等的通聯 事實上也都掌握 所以這一塊到底有沒有前面 這個我覺得就讓北檢去做調查 但是外界現在質疑的來 其實真正一點是 難道黃珊珊也會跟這個李文中一樣 負責任的告訴大家 我什麼都不知道嗎 那講實話 如果連總幹事都不知道 那你告訴我誰會知道 所以另外一個 就包含這個靖總的財務長李文中 他的角色其實 我要先從李文娟開始說起 因為如果從靖總當時的說法 是說他們灌到了四家公司 對不對 其中兩家十樂銀耀 這個大家都已經知道了 很早就有質疑說 這個錢的流向是在這裡 對不對 那問題就回來了 按照當時記者會的時候 靖總說木殼也是被灌的公司 那木殼是不是受害人 為什麼受害的公司的負責人 到最後一百五十萬交保 那他到底扮演的角色是什麼 更不要講說他們看起來 這個李文中跟李文娟之間 有所謂的親屬的關係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現在大家也都在講說 是不是有這個切割來切割去 為什麼 因為說柯文哲是不是定調 叫做要保皇珊珊切割李文中 因為陳志他在節目當中 直接講什麼 世人不明講的就是李文中 所以炮狗退向他了 所以人家就懷疑說是不是保皇珊珊切割李文中 為什麼我要把陳志翰放到最後面 因為很簡單 陳志翰就是一個標準的科粉 他就是阿伯怎麼樣 阿伯說什麼 他說什麼 他聽什麼 然後阿伯如果有事 陳志翰一定站在最前線 為什麼叫戰狼小姐姐 那問題就來 他掛名一個副總幹事 當然他跟皇珊之間 你看你光看一個 這兩天他們一起上直播 那陳志翰是屬於誰的人 柯文哲的人 柯文哲的人 一定是柯文哲的人 所以柯選擇帶著黃珊珊 一起上直播 我不敢講說選擇 但我就講 就是你光看這幾個的組合 什麼人站在一起 基本上你都可以去聯想 或者是揣測 或者像館長 館長這兩天很生氣 說大家都在做夢 什麼之類的 我看他直播也在講這樣 但我就講 陳志翰的角色是什麼 你看陳志翰的說法是 所有全部都是會計師的錯 所以他們去控告 這個所謂的端木症 但是你看另外一位 蔡壁如 蔡壁如的角色 其實上跟黃珊珊 現在的角色 過去跟現在是很像的 也就是柯文哲身邊 大家認為一定有一個蔡壁如 那現在大家是不是認為 這個蔡壁如離開之後 誰填補了蔡壁如的位置 黃珊珊 所以你看蔡壁如出來就講說 全世界宇宙怎麼有這麼勇敢的 讚良小姐姐跟總幹事 去打會計師 因為理論上面來講 就大家按正常的邏輯 我們現在講的叫做正常邏輯 你的帳策送到會計師這邊 會計師因為簽證 所以他必須要去核對 如果有疑問的時候 會計師應該會告訴你 靖總說這些錢是有問題的 你沒有辦法核銷 我沒有辦法簽證 你這時候就要第一個補證 要先跟誰補證 你知道先跟會計師補證 但現在看起來 民眾黨的說法是說 我是給端木症做 然後他是不是又外包 交給別人怎麼樣 那個檢調 現在也在查 但問題是你看 蔡壁如就說 你今天會計師要當成自己人 如果有錯有疏漏 不會是一個人的錯 因為怎麼可能上上下下都不知道 難道端木症真的這麼閒 這麼的愛民眾黨 發現帳戶有問題的時候 我還自行幫你調整 那說真的 因為現在進入到法律責任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蔡壁如是質疑說 你們現在大家去講說 都是端木症一個人的錯的時候 是不是讓雪球越滾越大 點開監察院政治現金申報平台 查詢排行冠軍就是柯文哲 已經逼近兩萬人次 有網友整理出賴喉科三人 政治現金來源筆數跟筆例 發現柯文哲現金捐款 不論個人或企業筆例都高達八九成 越高於其他兩人 而選前短短三個月 柯文哲更收到 九萬一千五百五十三筆 將近兩億元現金收入 筆數是賴喉加起來的一百八十二倍 另一方面網友還發現 哄著十萬鈔票來捐款的 賴清德是三人 侯友宜兩百九十七人 柯文哲三百一十人最高 而十萬以下最高現金金額 賴清德五萬元 侯友宜八萬元 柯文哲則是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元 而且有三十一人 或許是民眾黨把現金跟匯款欄目弄反了 對此民眾黨表示沒有回應 但現金比起匯款更難追蹤金流 柯文哲的高比例現金捐款 難免其人移動 所以我覺得到目前為止 民眾黨上下都一直在強調 就是說他們這個就是跟端木正 端木正親口承認 而且不是只有寫臉書而已 他們事實上你看他有些用字 越來越明確 越來越重 而且甚至有些字言 叫做法律字言的時候 那我覺得 比如說民眾黨 民眾黨 黃三安後來不是發了一篇臉書嗎 去強調去指責端木正 你真的去看他裡面的那個文字 其實全部都是律師性的做法 那你今天到庭上的時候 接不接受其警驗 換你也要 你們也要拿出證據 柯文哲一個競選總部都關 他還想要關總統 他還他怎麼會想說 他有能力做總統呢 好 這是北部的事情 中部的狀況 蔡平如現在又翻紅了 蔡平如講了蠻多的話 甚至連這個戰藍小姐的直說 直接說又有人在見縫插針 中部地區 我現在才知道說在民眾黨 你只要是在地方選舉的人 錢要自己弄 買面子要跟民眾黨買 還買得比較貴 當民眾黨的參選也沒什麼好 現在最新的進展 中部地區民眾黨還剩多少人 他們的未來何去何從 還繼續跟著柯P的招牌嗎 這個說來成爺柯P 成爺小草 敗爺柯P 敗爺小草 來 有一張關鍵時刻的照片 跟各位講一下 剛才要這樣說 這個民眾黨在這個 從二零二二年開始選舉 一直到現在 他都很清楚對不對 這張是當時的獎品 去年二零二三年六月二十八號 那天就是柯P 帶到蔡平如 還接到台東市的主委 這張核數 全天去拜訪 那個顏寬恒 原因就是什麼 本來是中二選區 說要叫吳欣營 就是後來跟這個搭檔 選副總統那位 說要讓他去放中二選區 說開什麼玩笑 你來中二選區 這款的這樣就是 可能生意假的 生意假的沒有辦法 有而已 所以大家坐來講 這人現在顏寬恒說 因為我在選中二選區補選軍 我跟你爸爸媽媽巧遇 所以說嗑爸爸 嗑媽媽 有伸出援手 所以就在鄭南宮 由副董事長 那人說怎麼當國人出國 所以這個是歷史建立課 從這個時候開始 這個蔡平如跟江河 思維就是台中這國要怎麼走 好 來 那麼在你剛才說到三個問題 對不對 在今年一月十三號選舉過後 台中市的總統選舉票 三十點零五% 比全國的平均二十六點四多 還多四% 白帝四名 最大是桃竹苗 這是白帝四的 政黨票 他們平均這個 是二十二點零七 也白二十四點七三 所以這個蔡主委說一個問題 如果按照這比例四分之一 台中市的議員有六十五席 我們最少可以拿下十六席 所以隔天的記者會說 這樣啦 我們民眾黨要拚一千的里長 一百的議員 再來台中市每個區 要拚十個里長 跟我們一起這樣 這時候說的 今年蔡平如 柯P他們這邊 今年年書講的 今年啦 現在還這麼說 台節目這麼說 這個有時候計畫 沒有辦法變化 沒有辦法一通電話 你剛才說蔡平如 跟這張核數 現在全民眾黨最開心的 白第一名 應該是新竹市代理市長 邱成元 因為現在 你黨中央已經灰燒了 天高皇帝園 我們這些小雞 都不用扣這些母雞 我們要吃豪神 自己協助 所以你說有可能嗎 選舉的時候 這些人 雖然蔡核數做節目 看來說 還有一座慶園村 我們台中救命 那個餐廳 那餐廳我們台中 我們江州菜救命 兩萬多塊 我也沒吃到 這錢 這錢是怎麼報的 還報大報 我說雙擊期間 很多灰色地帶 那麼為什麼 這個江主委 還說到這江主委 這個人 在台北 他做年齡之後 也很會去 這邊也白色 你能搭三天 所以他說 我這邊 因為三個議員 就可以成立一個黨團 他說 我們比較勇敢 不要說十六個 七十五六個 所以這次的2026 他也準備要操兵 還看到台中還有F3被罷免 還有明星期 你節目說 當局可能可以寬恆 你研究說 如果這樣二零二八 我們的理會 是不是給他 其他的黑牌的人 還是怎麼樣 張核數也有在想 一筆想 因為他這區 大理跟霧峰是分兩個區 大理那邊是跟何欣存 霧峰是跟引擎標 這個港區選的 但是何欣存 他本來在想 你知道嗎 本來在這邊要選理會 他是想要來跟國民黨說 不然你不要叫人出來選 我出來 好不好 就提醒說 你這裡做一次的議員 做兩黨不夠 我還給你選 我自己選這就不夠了 要再砍冠 你說張核數嗎 就是現在這個主委 他有他地方的色彩 他說理長聽說 我服務做得不錯 而且現在他跟 我在說 他跟蔡廟有兩個 最開心 因為什麼 聽到的皇帝員 你說選舉要花錢 有的沒有的 說實在 他們現在所有 在我們中部地區 這些民眾黨 這些幹部 還是他們這個人 我們都不太認識 都不認識 只認識這個江核數 跟認識這個蔡壁如 現在最重要是盧媽媽 盧媽媽在下一次選舉 包括二零二六的 江啟臣到選舉 或是二零二八的立委 跟總統選舉 所以這一次藍白盒裡面 你黨中央縱使 揮秀到這種聽到 未來黨主席 不管是黃國昌 也好 其他人 我覺得柯文哲 政治什麼 就跟你講 和日本的學者講的 已經阿伯 北風白了 已經撲毀了 已經不怕了 所以在台中這個區塊 現在目前他們生命找出路了 因為在台中 我覺得他們民調已經從 你看三十點零五趴的總統候選 在最最接近的 八月初是掉六趴 剩六趴就對了 抱歉 跟這禮拜說五趴以下 五趴以下 你如果要選議員 居然只有流失一趴 太不可思議了 我們保守 我們是保守的 就看這兩個禮拜 如果再收下去 是個月時間再收下去 再放它收起來 這次這個董 這次百月